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梦境中也会有所体现 下面就跟着大佬一起来看看 在梦中梦到什么代表好运即将来临吧 1.梦见轻人死亡 很多人做了这样的梦都会十分害怕 然而这样的梦会带来巨大的横财 做了这样的梦不要害怕 要知道这是发大财的征兆 说明财运太猛太旺盛 我们会因为这样的财运而赚得千万财富 2.梦见盖房子 表示 这一切美好的开始 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梦 如果梦见自己的亲戚正在盖房子 说明你最近的身体会非常健康 但是千万不要熬夜酗酒 不然生病可是得不偿失 如果女生梦见自己在盖房子 说明你的运势会提升 一切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3.梦见买衣服 如果最近和恋人发生矛盾 而难过不开心 这时如果你梦见自己在买新衣服 说明你们很快就能够和好 而且感情能够更进一步 并牵手走进婚姻的礼堂 如果是单身的男女 则这段时间的桃花孕也是爆棚 很快就能遇到爱自己自己也喜欢的人 4.梦见山红 梦见山红是一个大吉的好兆头 意味着最近你打算做的一件事情 将会很顺利地进行 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甚至取得不错的成就 5.梦见土豆 梦见土豆强润意味着生活无忧 孕妇梦见土豆会生儿子 梦见吃土豆预示着会有好运气 梦见土豆开花 预示着你要生儿子 梦见挖土豆预示成功 梦见烹饪土豆预示着满意的工作 梦见种植土豆 预示着自己的愿望即将实现 梦见收获土豆 自己的愿望要通过努力才能实现 6.梦见豆腐 最近自己会有一笔财运道上 梦见自己在做豆腐 那么表示着你的努力会得到收获 很快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如果这个时候有好的项目就可以大转一笔 如果单身的人梦见豆腐 表示着你们之间不会有好的结果 如果继续下去 感情会被你亲手捏碎 其梦见大火 表示接下来会有好事情发生 如果火大火燃烧得特别猛烈 还预示着你身边的朋友非常值得信任 如果梦见自己赤脚走在火上 标示着 你可能要去完成一件别人无法完成的事情 如果梦见自己受不了大火的照射 说明你会有一些小损失 看出你的朋友 只是表面上对你好 实际上早已图谋不归 8.梦见自己盖房子 表示这一切美好即将开始 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梦 如果梦见自己的亲戚正在盖房子 说明你最近的身体会非常健康 但是千万不要熬夜酗酒 不然生病可是得不偿失 如果女生梦见自己在盖房子 说明你的运势会提升 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如果未成年人梦见家里的房子 漏雨说明健康方面肢体比较僵硬 需要多做运动 如果上班读梦见家里的老房子漏雨 说明工作上要和别人多沟通 不要太崭露头角 9.梦见雀鸟 如果做梦梦见雀鸟 喜剧 燕子等的天上飞的鸟 那么预示着你即将好运连连 裁员滚滚 红红火火 梦见雀鸟是大喜的征兆 有翻身做凤凰的意思 而凤凰又是鸟类中最厉害的 足有百鸟嘲讽的说法 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 梦见雀鸟 那就更会有喜运连连 预示着生意会特别红火 裁员广迹 10.梦见被水淹了 如果梦见自己家里上水淹了 或者自己家的水管爆掉了 那么就象征着五行有水 运气会很旺 裁员会很宽广 运气钱财会像大水一样源源不断 裁运滚滚 犹如偷偷将水延绵不绝 大水会帮你打开财路 红运赤金转运水球 会助你生意事业水涨船高 而且预示着会有横财偏财 手气也是会特别好的 11.梦中得到了 与家运财运 因缘运相关的物件 如果在梦见中 梦见了自己抓鱼 用手抓则是代表与财运无关 如果是用网捕 那就是好财运的 同样都是鱼将其放在筐里边 何方样再属于自己的水桶 自己的鱼尺里面的寓意又有稍许不同 意味着所带来的财运丰富度不一样 不过总体来说 这些都是象征着尽有财运 财运旺 在传统习俗中 还有一些东西与财运相关的 例如棺材 或者在梦里见到棺材没有恐慌恐惧的 则都为财 十二梦到有贵客拜访 如果在梦境中梦见有贵客到访 则预示着近期即将有喜事发生 但是如果在现实中并没有交集的官军 或者是明星降临 而在梦境里表现的那种没大没小 没有尊重的呢 则是预示着你有可能有衰运来临 若是梦见了是来指导或表扬 则是预示着有好运即将到来 十三梦里嫁取的一些邪门的东西 如果在梦境中梦见了自己驾驭恶人 魔鬼 怪兽等邪恶 预示你将会有财运横通 好运连连 不过 如果没有注意规避非法生意 和混混流氓为伍的话 则不会走好运 毕竟这种财运 是不会与血光之灾站边 要是醒来之后精神抖擞 感觉睡眠质量很好的话 好运会来得最快 如果梦醒之后觉得很累的话 那好运就会退后来 十四 梦见舌在水里游 梦见舌在水里游 预示近期有贵人 做任何事都会很顺利 在贵人的帮扶下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梦者可能有升职加薪的机会 要好好把握 男性梦见舌在水里游 预示着梦者 可能最近会走桃花运 单身男性则预示着 可能会找到另一半 梦到舌大多数都会预示着 梦者近期会有财运 因此梦者不必太过于在意 顺其自然即可 十五 梦见去商场买鞋 鞋子主要的功能 就是帮助我们走路 如果梦见买鞋 这种梦 预示着梦者近期 可能会有新的朋友 提醒梦者 多注意人际关系 适当扩展人脉 若遇到困难的事情 有人出手相助 会事半功倍 能够更加轻松 快速地解决这些困难或麻烦 前者的道路也将更加顺畅 所以是急梦 十六 梦见和家人在相互掐架 如果梦到自己的家人 在相互打架 则顺势着梦者与家人之间 能够和睦相处 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和睦的家庭生活 也将会给梦者的工作事业 等带来不小的帮助 十七 梦见正抱着婴儿在笑 如果梦到自己正抱着婴儿在笑 那么这种梦 预示梦者 现在的人际关系非常不错 这也可能与梦者坦诚待人的作风有关系 建议梦者在节在地 继续坚持 尊重别人 以诚待人 别人也会同样对待自己 梦者也将能够因此而结交更多的朋友 十八 梦见自己长胖了 梦见自己长胖了 预示着梦者财运上升 可能不久之后 就会有机会赚取一大笔丰厚的财富 甚至因此过上富足的生活 十九 梦见领导请吃饭 梦见领导请自己吃饭 预示着梦者内心很自信 工作中对自己信心十足 认为自己能够被人欣赏 还预示着有表现欲 渴望工作上有所成就 而且梦者近期运势不错 将会得到贵人的帮助 就算工作中遇到困难 也会有贵人帮助解决 不过梦者自己需要更加努力 自己努力坚持付出 才能够达到预想的目标 二十 梦见买戒指 梦见买戒指 预示着梦者的感情运很不错 单身者可能会找到另一半 建议多拓展活动 多与不同的人接触 同时提醒梦者 在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后 不要犹豫 果断出击 积极地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 二十一 梦到大山土地 梦到高山厚土 表示着你不用为困境犯难 马上就会有贵人出现 帮你解决问题 或者是在关键时刻 有贵人拉你一把 让你的运势再上层楼 二十二 梦到贵子 箱子 有的人有钱了就大手大脚 或者破财 漏财 到最后还是手头没钱 所以光有财运势不够的 还需要有库 才能够守得住财 如果梦到柜子箱子等容器 表示不仅有的花用 还会储存下来 有一定积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